你们有没有听过恐龙抗狼啊兄弟们 最近这个恐龙抗狼在网上非常的火爆啊 于是我就在想 这恐龙抗狼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啊 为了解到这个疑惑 今天我准备在全战目前当中 把恐龙抗狼给还原出来 那必定是能够收到很多的点赞的 手下全战目前当中恐龙咱们有 狼咱们同样也有 但是你们看这个恐龙 走路都走不稳啊 甚至有点下盘不稳 不行啊 咱们给它来个四倍的移动速度啊 这样它就能跑得飞起 然后再给它加上一个悬浮技能 保持稳定 为了让它变得更加猛一点啊 咱们再来上一个超级跳 就咱们再利用冰种和铁 把狼给扛在它的肩上 这就是传说中的恐龙抗狼啊兄弟们 不过这狼怎么看上去 有点不情愿的样子呢 振作起来 接下来进入实战测试啊 在我们的改版下 这恐龙有点猛啊 直接跳了过去 就被一群野人给群优了 这狼在干嘛 他叼起来一个野人 好家伙 原来一两是老六组合啊 恐龙就在下面扛着 狼就在上面叼人 我去 不过这套打法看似不讲武的 实质毫无卵用 所以我决定从这狼下手 左边给它来上一把波朗尼M2重型机枪 右边给它来上一个加特领 这样一来这个组合叫什么兄弟们 我越撑嘴 恐龙抗狼 扛机枪 战斗开始啊 你们在干嘛 我去 这个操作什么意思啊 难道说这恐龙对这狼心怀不满吗 这狼都快被压扁了 救命 救命 这么猛的嘛 他们飞起来了 气球弓箭手直接把他们掉到天上去 不过好在这狼他扛了一个机枪 那个持续不断的远程出出 空对地的 来来咱们找机会把狼给套下来 没中 再来 这下掏住了 我去 你们觉得这恐龙扛就够离谱了吧 但后来我又研究出了更多的品种 就比如这个恐龙扛大象 为什么这个长毛像没有毛呢兄弟们 不过你这打起下来更呆了 看来他俩是个失败的组合 那么恐龙扛汽车呢 我去这汽车太大了 我觉得这是他在操控这辆汽车把人给砸死 话说像他们这样打不如搏一搏单车变摩托 我直接来一个恐龙扛坦克 啊要倒了要倒了 这坦克为什么没炮管呢 带着坦克一起飞 刺不刺激兄弟们 不过话说我觉得坦克都能扛了 要不咱们再加一把劲 来个恐龙扛飞机 怎么样 不过这飞机看上去有点放荡不羁的样子 难道他要起飞吗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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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